想知道保龄球3月份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吗? 就是硬不硬 怎么样是硬,怎么样是软呢? 让狗狗虾妞告诉你 就是这颗球,Stone的Spector USBT在3月14日发布了一个禁销令 是销禁吗?晚上不可以带出去 是啦,是因为这颗球现在在美国各个球局部都不能卖 也不能用在各个联赛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它硬度不值 你怎么知道它硬度不值? 因为USBT他们其实会针对每颗球的硬度做测试 那要怎么测试呢? 它会拿一个印度侦测器 就是知道硬度在哪一个地方 对,然后看它都有些... 我在乱... 硬度在这,不过我知道你想到的是这个 测试方法是在室内21度到25度 用硬度计在多个点上去做取样 那它的平均呢,其实是要达到孝氏73度才会合格 73度是什么样的概念? 孝氏DC玻璃的硬度定义为100度 平常骑车带的安全帽呢,大约是75度 汽车轮胎大约是70度 那下皮筋呢,大约是25度 再更软的呢 这一只狗狗,我测一下 大约是5度 不要下班好吗? 通常不合规的时候,在台湾好像都卖得特别好 好像真的有这种情形 之前有类似的案例吗? 有啊,像之前MOTIV的红狼 第一批,听说就特别的弯 它也是不合规的 那一批就造成大家疯狂的抢购 那还有一开始出的紫萃 也听说是特别软 所以大家就喜欢去买这样的球来用 可是像这样子 买的球已经不合规了 又不能比赛 那这样子呢? 对,其实 你买到不合规的球 其实是不能比赛的 所以厂商通常会补你一颗新球 所以你也不会回收你的旧球 所以你会买一送一 那这样比较软的球 对我们来说真的比较好吗? 你猜猜看喔 我记得之前看过 文文珠宫SP試驗 里面是有提到说 其实保龄球就有点像轮胎 那我如果轮胎的概念去想 那轮胎在比较没有气的时候 它的接触地面的面积会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摩擦率会是比较大一些 对 那如果它的气灌的比较薄 它接触地面的面积比较小 那摩擦率就小一些 滚比较快 对,完全正确 结果我们在解球使用的球 是比较硬的咯? 没错 我们解球的材质呢 通常都是采用Poly的球 那Poly就是硬度比较高的保龄球啦 那作用就是它在球道上面 比较不会跟球道产生反应 那相反的我们在做主攻球的时候呢 就会用硬度比较低的球 它比较会跟球道产生反应 那比较软的球真的对我们比较好吗? 其实是要看每一个选手的特质欸 啊,我知道了 所以意思是说 假设那个球员它的球速比较快 它就会需要一些摩擦力比较大的球 没错 因为它如果球速很慢 又用摩擦力大的球的话 那它的球速会变得更慢 在球道上面就没有杀伤力了 那相反的球速快的选手呢 它就需要更好的球 让它的球在球道上来得及反应 那以台湾的球道来说 是比较硬的球好? 还是比较软的球好? 呃,我们一般在电视上看到的 那些转播赛啊 可能都是职业赛或者是国际赛 那它们的油量都非常的重组啦 那在台湾来讲的话 你一般常规保养或者是周赛 它的油量不会那么高 所以你特别的去选用特别软的球 其实不见得吃香 等等等等 问个重点 什么重点? 台湾的周赛可以用吗? 我猜不会有人查吧 你们觉得台湾周赛可以用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的理由是什么 说到比赛 公文公开赛的球衣复刻板 来了 哇,等太久了 从今天开始预购到三月底 赶快买起来 全台湾时间球馆 八种颜色 再加上我身上这件隐藏色 哇塞,这个也太好看了吧 每件只要888 含预费 含颜费 含颜费令之姓名 是中文还是英文啊? 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哇哦 另外,夹构滚滚帽 只要1288 买起来 还在等什么? 连结点起来 错过这次 就再也买不到 滚滚滚开赛的 专属球衣咯 喜欢过我的足够 记得帮我们 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要选曲球的第一步呢 我们就要先让球会自转 那球的自转呢 就是我们的动作 有做完 延伸有出来 那我们的球就会有一个自转 那自转的感觉 就有点像是这个橄榄球 我们的手有做完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自转 这就是球的自转轴 那我们就是希望 可以打出来的保龄球 就是像这个球 有这样的滚动感 那当我们要打出曲球的时候呢 就是让这个自转轴 朝向 这样 以右手的选手来讲 它出去的时候 就是让球 产生这样的旋转 它跟球道产生的摩擦力 它就会往左边去 我希望大家可以先想想 我们怎么让一个圆形的东西混起来 这个是需要想象力 可以更帮助你在学需求上面 那我们这个球 如果我把它往前丢 它是不是就会变成这样 我如果要让它会旋转 我的手 会去做怎么样的动作 可以帮助这个球 产生自转 我们让球 留下来 它就会旋转了 所以其实呢 我们在持球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让球 在手掌上面 有一个滑动的感觉 这是给球滚动的一个力量 例如说 我把球放在手掌 让它往指尖溜 第二个呢 就是我出去的时候 我利用我的手腕 给球一个顺势的延伸 来帮助球旋转 这个就跟我们打篮球 打排球很像 那做保龄球是下手出手 所以它出去的时候 会有点像这种感觉 那你的手指头 就会顺势的延伸回来 例如让球往下溜 这是第一个滚动的力量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手掌 这边用到的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第一个施力方法 就是中指以及无名指的指力 那这两指的施力点呢 该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的施力点应该在我们手指的正面 也就是中指以及无名指的指腹的部分 从指节到指腹的这个地方是OK的 那有一些人呢 他们会是在这个地方吃到力 那这样的话 大多就是因为翻转过度 那翻转过度有什么不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